如果反向ETF,其實我們坦白說,我們自己本身會做回純美國那些 如果是美國的話,就是SQQQ,3倍共鑊的 如果是TQQQ的話,就是正向3倍共鑊,兩個好像雙身儀 TQQQ和SQQQ,如果是看淡那一件,SQQQ,我們一向都做過一件這樣的項目 而且在槓桿道裏面,相對7-6-8,相對比較大一點 這個是第一點,第二點是要記住,反向槓桿的物體 不管是一去槓桿還是三去槓桿都好,其實就是一個短期的操作 是純粹一個短期操作,你只是對沖一段你不看好的那一段的走勢 真是那一段,吻意就是說,萬一是成功也好,或者是失敗也好 其實你都是要果斷地是離場的,就不可以是長渣的 因為你只看回所有版的工具,如果你追溯回,譬如SQQQ,這一些 是可以追溯回很久以前的走勢的 那7-6-8也可以追溯回前一年的走勢 其實你見到,都是整個大圖表都是向下的 只不過是中途地,股市跌一跌,它就循例跟你升一升 但是最後還是會跌的,那麼你看回,好像SQQQ那些 其實你是恐怖到,可能是7年前,它告訴你價格是5萬元 你覺得圖不是壞了嗎?這麼奇怪嗎? 其實一點都不奇怪的,因為它跌到自不靈,那時候不斷合股 那麽合股又再跌,這個OK,那這也是涉及了 為什麽反向的工具註定是跌到零呢? 這一個,特別是美國那些,那這個是涉及了 是宏觀為微觀的因素,如果是最精簡的句子就是 宏觀就是美國的股市,歐方來講也是上升的 如果以多年那角度,微觀的角度就是 其實我會涉及了譬如轉倉,或者是一些價格磨損 特別是三個風乾的那些 所以在雲、古龍、微觀的因素之下 他們長渣,你注定這些跌到近零,或者是接近零 OK,那變成是不可以長渣 總之你要記住那個最簡單的話述就是 你是對衝核敵那段的走勢 而不是讓你輸了,就是俗語一點點 輸了就賴皮,然後長渣呢? 然後就真的舊東西是會沒有了的 要小心一點點 對了,那你剛才就advise了他 即工具上可以怎樣選擇 那如果真的看方向 你覺得現在去看淡納紙是否一個好的選擇 如果你現在是要看淡紙的話 其實你是作一個純粹的 下方和上方的很嚴格的 所謂的價格管理 意思就是說你是要設置選位 那如果我覺得是設置選位的話 那你可能是,其實那個位都不是很高的 就是可能你用13000件 或者是13400這些這樣的價位 就是我說現貨的角度 因為期貨是高幾百點的 那你在現貨的角度 你升出13000件或者13400 你可能已經是要止選的 OK,因為就是說在這個圖形裏面 短暫其實是對淡油不是太有利的 因為實際就是說 納紙如果淡油其實是要向下進攻的話 最黃金的period就是昨天了 因為剛才 開頭的報紙數的時候 那時候說過 美股最近五百多點 如果導致有個角度 那納紙也不妨多樣 所以如果是要淡油是要發力的話 因為昨天 最好是壓到去 我們香港凌晨四點 他都在低位收的話 他就可以讓那個納紙很順利成長 還是跌穿12700 如果跌穿的話 那就做一步可以試到12000的水平 但是他昨天淡油絕細良機 在我們香港股裝的情況之下 他都壓不下 而且是全日最高位陽足收 所以就是說這樣的走勢 說回來 似乎美股真的 這個力度是一點都有成果 怎麼都是好 我們有一個四二成語 就是有一點去到不知所謂 或者看到是十分灰心的 所謂香港市場 你看到人兩個市場是全部的 簡稱一個有勢 一個沒有勢的市場 OK 所以就是說你做膽 其實變成這樣的圖形 其實不是對你太有利的 就是坦誠來說 如果你真的要做的話 就是那句 你設定13200 或者13000勢 你不需要離場